诗篇第38篇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愤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管教我 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愤怒我体无完肤 因我的罪恶 我的骨头都不安妥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使我担当不起 因为我的愚昧 我的伤口发臭流浓 我屈身弯腰 弯到极低 整天哀痛 到处行走 我的两腰灼痛 我体无完肤 我已经疲乏无力 被压得粉碎了 我因心里痛苦而哀哼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不向你隐瞒我的叹息 我的心剧烈跳动 我的力量衰退 连我眼中的光彩也消失了 我的粮棚密友 因我的灾祸都站到一旁去 我的亲人 也都站得远远的 那些寻所我命的 设下网罗 那些想要害我的 口说威吓的话 他们整天思想诡计 至于我 像个聋子 不能听见 像个哑巴 不能开口 我竟变成了一个像是不能听见的人 变成了一个口中不能反驳的人 耶和华 我等候你 主 我的神啊 你必应允我 因为我曾说 你要让他们向我夸耀 我的脚滑跌的时候 不要让他们向我夸口 我随时会跌倒 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伤 但我强悍的仇敌众多 无理憎恨我的不断增加 那些以恶报善的 都与我作对 因为我追求良善 耶和华 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主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